你們的節目真的很好看 尤其是做直播 很喜歡看 洗澡都要看著 可以這樣 好 玩具TV第29集 終於有少許機會可以介紹一下 我自己一套多喜歡的作品 裝甲騎兵 但這個不是電視劇 沒錯 是這個連載小說 連載小說有連載小說的樂趣 變成他在機設方面很大膽 真的很大膽 我想說 近年有些作品 例如翻兜 40年 有時會將機設摩改 但那種改變 或者延續 這個年代 很多東西的機設 都給你一種很順理成章的感覺 雖然它改得很重要 但配合到當年的潮流 以及粉絲的期待 我想起的就是 這個 我剛才想到第二個 是哪一個系列 哪一個系列 哪一個機設床 哪一個做 例如無限地戴衣服 那一個機設都是 有一種好像複雜化了 由第一集到第三集 第三集的 那個加能機設 有點像這個風格 即是把簡單的線條複雜化了 更加英雄化了 更加 有錯誠更正 我們沒有抄輸的 Excalado的系列 是不是藤田一幾 不知道 這一個是藤田一幾 都可能 因為風格很相似 那變了 它將 你說第三集的幾次 其實一二三也是 一 一是哪一個 哪一個 你朋友記得 即是機甲重世紀那個 一試一試 算了 我拍過影片的 但是我拍不出來 你拍過影片 是 Anyway 那我真的覺得 那時候那些機設 它這個是 一來它是跟電視劇 即是最早期的裝飾的兵力 分別很大 嗯 其實不是差很多年 是的 但是它又很 保持到那個spirit在裡面 即是那個 比例 那個邏輯 即是 那些關節的 那種承認 它又不會飛到太遠 你一看都知道它是裝飾 是的 你一看就算了 就算我告訴你 但你會覺得 哇 可以改變了 所以就是 這一系列的機設 以及這一系列的機設 是每一隻都很大分別的 嗯 就如我們今天 這兩隻都已經很大分別 對 這兩隻都已經很大分別 但是每一隻都很精彩 那些關節才離譜 很壞 當然你說最傳統的 Death Messenger 這個系列 我只是說這個系列 那個就真的很 是 很 承襲到之前 那個 即是真的裝飾 即是像Scoop Dog 但它改變了少少少線條 另外一部 Blue Knight Brasak 狂戰士 狂戰士 即是像電視劇劇劇劇 都是狂戰士 不過 今次要介紹的Tessa Rosa 是神經病 即是完全是 是離經半導的 這個系列我可以直接這樣說 即是我想說 就是有一些動畫 譬如好像福音戰士 他出了這麼多年 其實都是大同小異 是 但是裝甲騎兵 不知道是不是 他設定了那個basic rules 其實我上次 三米幾四米高 我們訪問 是啦 他說他自豪 他自豪打到裝甲騎兵 為什麼 就是因為他設定了一些很簡單的 rules 到最後那麼多年 這個設計師都好 都跳不出他的獎心 對啦 你跳不出他的佛獎 所以他很自豪 這件事情他講得很對 在在的就是證據 你哪個設計師 你哪個系列 就算是比較近年的另外一套 又是叫十方者 還是什麼的 白色的 出了兩個OVA 兩個單元 十方者 那隻叫十方者 那隻是白色很懸忍的 是一個單元OVA 其實已經是分別 雖然有多大都好 但是他還是裝甲騎兵 就是那個比例 那些觀景器 肩甲 裙甲 腳 那些輪胎 你怎麼改 你還是可以驟離 那大海 最低運河前 所以沒有觀景器 就不是裝甲騎兵 所以這類資訊 一定要打持 好了 回來了 其實本身SMP這個系列特別 就著裝甲騎兵之前也推出過藥肝 今次是炒得很麻煩,不過炒得很香 很香的原因呢,看到這兩件東西 其實最初本身的色彩都很無形 但這次其實看到,但炒出來也不錯,尤其是藍色比我想像中好 是的,確實 我們要多謝Chris Wong,Chris Wong有贊助我們,多謝 或者我說一個相對沒有那麼受注目的Rachionetta 本身這部機有錯請更正 但我喜歡這部 有錯請更正 他應該是最古代的裝甲騎兵 亦都是這個... 智者年代的產物 即是在那個年代來說,這部機都五千年了 但你會見到其實整個... 但他是最強的 哦 其實真的說裝甲騎兵用戰鬥力講最強的機體 應該是黑暗的 應該而已 多謝那句,有裝甲騎兵粉絲的 不妨大家都討論一下 我覺得是黑暗的 接著就要數回 這部Rachionetta 這部Tessa Rosa 以及接下來 3-0會出的狂犬 這四部應該是最頂級的AT 狂犬? 好像出了 出... 出了 你說藍色 對,派了 我還沒有 好像出了 對,那四部機應該是史上最強的狗 OK 由塗完之後 不斷轉了一個圈 這件東西你會見到 好,需要再近一點看看 因為經常都是黑色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雖然是模型 但是本身它還要這麼小的 你會見到它那些線條 紋理或者背部的引擎 這隻的背部很精彩 都真的很正 其實修詞講一句 其實我還沒見過它背部 因為我沒有玩過它的產品 因為它極少產品 是極少 Fatty也不是多 你以為GK而已 CM是不是有出過核彈? 這一隻 1比3 48 可能這隻還小 可能是這個尺寸的核彈 沒有什麼印象 不敢跳你機 我沒有印象 即是不能動的 我沒有玩過 所以其實它的背部 我也是第一次看 你看它的背部很漂亮 原來可以開的 但是沒有人仔 Bandai的近年一貫做法 就是不理駕駛員的 但是也很開心 這件東西被屁股這麼大 我一天白色 因為我不用心線 變成我只剪 磨一下 即是找一支工具 磨一下水口 就已經完成了 不過講開不用上色 這個我也有一點 我不是投訴的 但是 因為它前面那個 駕駛艙上面 紅色很漂亮的花紋 它是預先印好給你的 如果你想像我一樣 本來想著可以再噴一噴 就比較麻煩 你是想噴什麼 我也是想噴黑色 但是噴得好 因為它整個都是黑 你容易噴 你可以玩 雅黑令黑金屬黑 有幾隻黑 現在反而會麻煩很多 或者不噴 看不可以 其實它也算是兩色成型 留意看看 當然 有光澤黑 還有後面一個灰色位 那些關節也是灰色位 其實都可以在這裏 有多一點的造工 當然又說回 就著模型來說 它的可動性 其實都幾拔群的 見到 全部都是波階 完全不鬆的 完全不鬆的 當然你會玩得 好像 比正常 再實力多一點 可能它要你玩久一點 就會鬆一點 其實玩這些 一定會鬆的 但你也看到 那時候你也是放的 觀賞 這些模型的東西 但是 起碼你這段時間 你這個手感過癮 有些觀眾 推薦你 放Diacon的人 就可以了 1比60 好像小了一點 好像都還可以 不行 差一點 這個要大一點 是 我覺得它的Scale是1比48 應該是1比48 是的 或者 總之1比60 Diacon坐下去就不行了 好像坐了BB椅子 那樣 坐在這裡 站一站 那個 線條 都很漂亮 重點是它試著 打側看就會過癮一點 很開心 喜歡影后的就非常開心 真的很開心 好 接著要介紹主角 我反而 它是不是這個故事入面的主角 是最後來的作家 反而我最有印象 你問我 很詳細 整本小說 我真的不記得 我反而最記得 那個女主角 怎樣死的那個幕 就黑了在我腦裏 怎樣形容 它被AT的蛋爆頭 什麼 它的雙眼 再爆開前 仍然望著我 那些 怎樣形容它 怎樣爆頭 寫得非常好 好了 塗完了 這隻有滲線 這隻有滲線 所以變成花的時間 相對比較多 雖然它本身用了金屬藍的注色 但是 有這些黑色的線條 襯托花 我覺得 形容就會出很多 以一個純啤膠的件來講 它這隻金屬藍是真的不錯 是啊 當然 水紋是絕對避免到的 是有 但是不算多 不算多 不算好出 不外眼 真是說真的 灰色那些反而外眼一點 如果你說水紋的東西 如果我現在看著 我就會噴過一些灰色的地方 因為藍色的地方 很多都是有金屬紅的那些印色 那就不搞它了 但是如果 你將藍色的地方噴一層亮的光澤 然後將銀色的地方噴過一次 跟什麼圖呢 實際的完成度就會高很多 沒錯 這隻東西不是說沒有弱點 一會兒再講 大概轉了一個圈 其實整部Tesla Rosa的外型 我覺得不會比大比例一比二十四差 這也是鐵一般的事實 一比二十四 是不是CM 不是 模型 CM也出過 CM也出過 除了CM還有誰出過 我不是很記得 售屋 也是模型 是模型 我不是太記得了 但是它本身還要出透明版 透明 正常 等等 因為這隻其實也出過幾個產品 是 但是 你始終主角機 坦白說 它是很奶型 我覺得 雖然已經沒有了裝甲 其他最大的味道 但是 真是正 但是我記印象中 我沒有組裝過另外的其他產品 但是我印象中就好像說 不是出得那麼好的 其他產品 是是 好像是很鬆散 CM那個完成版書是這樣 觀眾幫你補完 謝謝 Wave Wave W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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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當然 你出得這個 Tessarosa 這個就要小心一點 亦都是可以 除了收納狀態之外 絕對 裡面也有了這個駕駛倉 但是這個系列 是不是沒有 跪低那個 有 要換哪 不過我廢話時搞了 不用了 是 給大家看看 一些直換件 哦 哦 OK 這裡有一些 因為這部機器 沒有降落形態 如果 Tessarosa 想做降落形態 就要換件 另外這裡 也有很多手型 讓你選擇 基本上 只是打格鬥戰 所以是靠拳頭 所以不會有什麼 工具可以給它 對 它的關節 真的蠻好 對 摸上手 不覺得是扭著一件毛型 像是 像以前那些 它實正過 Takara 以前的1-48個系列 是 很硬 這四個水 抵給它 對 剩下一個 傻棋正常的姿勢 大家看看它的造型 大致上是怎樣 你其實就想不到 本身 它又不是說 很特別有什麼 PC膠 那些 那些 但是它的關節 就 用POM 去做 部件 但是 它的計算 是很準的 真的 現在的所謂Bandai 的客魔法 的客技術 所以你真的沒有辦法 這個真的 還要印上那些 顏色給你 當然 其實這些技術 很多很多年前都有的 它是用還是不用的 但是現在就 越來越普及 這個系列 是不是每一隻都有賣 對 現在出了幾隻 很多 其實本身它 有 有 黃色的Fetty Fetty Devil 剛剛說過 Deaf Messenger Deaf Messenger 另外 有一隻 銀色的那隻 那隻 紅綠狗 紅綠狗 出了 對 出了很久 另外還有 有一個武器設定的 人工電腦 整個東西 在駕駛艙上 那部機 我忘記了什麼名字 不知是Mama Warrior 現在是想買回來 買不到的 沒有人玩 最慘的 但是也沒有人 整件外型是非常漂亮的 不過要駕駛的 他連這個 這麼細微的 就是手持 步槍的 手都給你 蛤 做什麼 沒有握槍手 不要嚇我 你媽媽 你為什麼這個 槍柄會是這樣的 做什麼 就有一支 一支 其實很重要 你有這隻 握槍手 你整個氣勢 出了 幸好我忍著不說粗口 我人有鹹養 不像監製一樣 有空無時在螢幕後面爆粗 我忍到 幸好 是 就是這樣 喜歡裝甲騎兵的 可能已經買了 可能是這個 真的很棒的一部機械 H-Gray 和L級 順便可以看完 分別 L級的AT 和H級的AT 好 我要回去後追 另外 接下來 都會出一比 有沒有說比例 Bandau 那個新的裝甲騎兵系列 好像沒有 他沒有 其實人們計過 可能是介乎 一比二十五 不是 一比二十四 孤零精怪 終於是沒有比例 那就是不可以拍到Wave那裡玩 沒有 不可以拍到任何東西 其實他這個 High Metal 我們那個系列 全部都沒有 但現在我說無形 哦 你說那個無形 對 他應該給三十五 這個就開心點 會給三十五 所以大家比如說 有些什麼 趁沒什麼人 人事小問 吹水 都不妨這段時間 比如說 有些女粉 是 就是 Ricky 暗戀了Ricky一段時間 而又想表白 而又不想那麼多人的面前表白的話 這段時間是非常之合適的 哦 但是如果 你呢 向你表白那怎麼辦呢 棍的跟我死開 女的其實沒什麼所謂 我的人是 又內向又霸師 你又沒有女朋友 是不是 又膽小 這樣啊 我又不懂得跟 一些順一個的人分享 所以都OK的 勉勉強強 你會看 ToysTV